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订阅、赞和分享 今次有关香港新闻的有关 有位前议员的名字叫王俊阳 年龄街坡28至29岁 在2003年本月6月5日被捕 此人因为猜猜我是谁电片电话 握取了九个阿婆钱 这位被捕的人士在2021年7月 也曾经有过和女儿实有金钱的糾纹 即是Roommate所称 当时也揭发了她是一个通緝犯 因为事关之前她没有帮她的员工工MPF记录 即是想不到她一位前议员也做出这样的事 于本年到2023年5月 有名九十多岁的婆婆声称她被骗 骗取她的金额药网是三十万 后来她怎么发现呢 她收到一个电话说有人 她的儿子要担保 拿三十万过去 她叫人上门收验金 那婆婆不以为然给了那个人 后来跟她的家人聊天才发现 这是骗案 这位男士在本年到6月5日 星期一被捕 其余有八宗类似个案 佳妇年龄都是71岁至93岁 分别于2023年5月29日至6月5日的案件 其余八宗个案里涉及的金额是六十七万 加上之前的婆婆就是九十七万 那应该是落案贷用她不法的手段 骗取他人的财产 原来姓王这位男士在几天之前 还公告说她自己找到一份新工 一个星期药网有九千元左右 亦都在Facebook同样招揽一些想赚钱的人 事成之后每次可以收取的金额是一千五百元 这位王俊阳原来有个雀号 叫城管药 之前是为了一个民主党做事 曾经做过这个东冲南选区议员 在2021年10月被人DQ了下来的 即是离任 近日有Facebook所指去公告说给人 进入了饮食界行业的 还有这位人士是极度爱吃这个 树叶维生 今次我们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新的进展 我会再同大家分享 不要忘记我这条新频道 要订阅、赞和分享